好,各位同學好 那今天這堂課程 我們要帶大家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 這個議題叫做遊覽車管理 好,我相信大家常常會在路上 我可能可以看到公車 我可能會看到遊覽車 我可能會看到一般的市區公車 對不對 好,那想問大家 這幾種車輛,我怎麼去做分別? 那它在管理策略上面 會不會有一些的不同? 好,首先呢 你要去分辨這台車子 是公車還是遊覽車 你會怎麼看? 是不是你可能會去看說 它長的什麼樣子 對不對? 通常公車長什麼樣子? 公車長的那個窗戶很大 然後底盤低低的 那個我們會叫公車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種呢 我要走樓梯走上去的那個 我們常常會叫做遊覽車 好,那你可能在以前 你是這樣子做分別的 以後老師教你一個方式 你可以用它排的顏色來去做分別 如果你今天看到在公車 也就是像市區公車 或是國道客運 它的牌子會是綠色的 但是如果今天是遊覽車的部分 它會是紅色的牌子 所以今天我想要去分配遊覽車 我會用牌的顏色來去做分別 好,所以這裡就跟大家講一下 在這個章節裡面 我們主要講遊覽車 那它是大客車的其中一種 那大客車在業別分類裡面 我們就有三類型 第一類型 叫做公路汽車客運業 那所謂的公路汽車客運業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就是 我們今天常常看到 你有考高雄台北 北高那種長途路線的一個公車 這種公車 我們像是國道客運 它就叫做公路汽車客運業 好,那第二種 就是我平常在台北市 我平常在高雄市 會看到的那個三馬的市區公車 比方說我看到那個牌 叫做205 我看到那個牌叫做718 這樣子的公車型態 它就是所謂的市區汽車客運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 叫做市區汽車客運業 那還有一種叫什麼呢? 還有一種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的 叫做遊覽車客運業 好,那前面兩種 無論是公路汽車客運業 或是市區汽車空運業 它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就是它可能是在一條路線上面經營 或者是它可能是在一個區域裡面經營 像所謂的公路汽車客運業 它指的就是像我會跟你說台北到高雄 台北到高雄 這是一條路線 但是如果像是市區公車 它經營的是一個市區區域的範圍 在這個區域裡面我要調整路線 通常會來的比較簡單 這個叫做市區汽車客運業 但是不論如何 就上面這一種 或者是下面這一種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經營範圍一定是固定的 你不能夠隨便我今天想要去哪裡 就去哪裡 好,那我今天如果想要去哪裡 就去哪裡 我隨時可以叫市區去走 那這個就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遊覽車的特性 好,那也就是說 遊覽車本身它比較不受到主管機關 它直接的管理 因為我們主管機關 我可以去管理的路線 我可以去管理的營運範圍 但是遊覽車客運業呢 我很難管理走到哪邊去 對不對 它的主導權在誰身上 它的主導權甚至不在司機身上 它的主導權可能是在今天 對它的雇主身上 比方說我今天被聘在熊獅旅遊裡面 那我可能今天是由熊獅旅遊來跟我講說 你今天要去哪裡 你今天要去哪裡 所以它有沒有它的主導權 並沒有 那它想要跑到哪裡 它會受到上面的乘客跟它的業主 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這也會造成我們在管理上面很大的困難 過去我們在新聞裡面常常看到 遊覽車翻覆的意外 那那個原因不外乎是什麼 不外乎是 我今天在保養的期限到了 然後我不去做保養 那不外乎是這個司機恍神了 因為它開車開的太久 然後所以呢 它打瞌睡睡著了 OK造成了翻覆的意外 像這樣子的一個新聞其實實有所聞 那在我們的遊覽車的管理的主管機關 叫做交通部的公路總局 那我們就去思考了 我該怎麼樣子實質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一些的管理策略 好首先呢 無論是哪一種的預輸業通通都一樣 你想假設你今天只有一萬塊 你敢不敢給他開一家客運公司 敢不敢給他開一家遊覽車公司 你不敢 為什麼你不敢 假設他今天這個司機員摔車了 摔出去了 然後發生了二十個人受傷的意外 我問你要不要賠錢 要賠錢啊對不對 如果你只有一萬塊你怎麼賠錢 你根本就賠不起對不對 好那當你賠不起的時候 這家公司就倒了對吧 所以他完全沒有所謂的經營穩定性可言 所以我們今天為了要去確保 所有的客運業者他有一定的財務能力 我們今天在去他籌設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資本額上面的限制 那通常我們的資格會設一億元 為什麼設一億元 你想嘛 我一台遊覽車多少錢 如果是歐洲的車輛 比方像是Volvo 像是Scania 像是Benz 這類型的車子 大概一台要八百萬以上 那如果你今天買稍微便宜一點的 日本車好了 可能叫做Hino 可能叫做Fuso 那是三零出的 他大概也要五六百萬 好那我一家公司 你可能要十台二十台 你覺得這些車輛總共 Porto加起來多少 一定跑上億跑不掉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上億的資產 如果你全部都是用租借而來的 那大概你很難穩定的經營下去 只要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你大概都沒有辦法去負擔 所以第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到講義 他就講到說 我們就必須要檢討遊覽車管理制度的合理性 包含像是籌設的門檻 保險 還有籌設完成之後的管理制度 好我拿到一億元簡不簡單 容易對不對 我今天找A找B找我的爸爸媽媽 借一借借借借借借借 我可能一億抽的出來 好那我今天用這個一億元 去做了公司的籌設之後 我就把這些錢怎麼樣 全部都還回去還回去還回去 那你覺得我是真的有能力 還是假的有能力 我是假的有能力對不對 這樣表示他是在經營層面上面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未來我們法規裡面 要去加強的部分 我們今天在籌設設了一個門檻 但是今天籌設完了之後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他把錢全部都花光光了 那當我今天發生一個事故 我賠得起嗎 我賠不起 所以在這裡我們才說 包含像是保險的制度 或是籌設後的管理制度 就會變成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我要一直確保這一家的業者 有能力的一直經營下去 而不是我今天去弄了一個公司申請 哇申請完了很開心 然後把錢全部都花掉 OK這樣子不是我們希望達到的效果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好接下來第二個部分 那其實在遊覽車的這個業界來講的話 有一個名詞 他叫做靠航 那為什麼會有靠航的現象 其實也是前面這個狀況衍生而來的 來我今天要一億的資本 才能夠成立遊覽車客運業 我要一定的車輛數 我才能夠成立遊覽車客運業 全世界大家都那麼有錢嗎 不會嘛對不對 那但是很多人想要開遊覽車啊 這樣怎麼辦 這時候 我也想開遊覽車 我這個朋友也想開遊覽車 另外一個朋友也想要開遊覽車 那不如這樣 我們今天有一個副爸爸 這個副爸爸呢 來當成是我們的金主 他去申請公司的營業 但是他沒有那麼多台車子啊 對不對 他也沒有那麼多司機啊 我就怎麼樣 我就把我的車掛在他這台公司的名下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 一個公司在這裡 很多的遊覽車在下面 但是這些遊覽車 他有沒有很強的自主性 有 為什麼有很強的自主性 因為是我自己跑去給他靠航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我每個月固定給他靠航費 固定給他靠航費 欸你想 我每個月固定給你錢 每個月固定給你錢 那他是我的老闆 還是是我的顧客 好像有點難界定 對不對 所以就這個公司來講 他希望多收一點的業者 來當成是他的經濟來源 因為我想要有很多人靠航 給我靠航費 我的公司才能夠維持的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司機的主導權 變得非常非常的強 我這個老闆根本就管不動我的司機員 那這就造成說 我們今天在去做公司管理的時候 就會變得面臨到很多的困難 那個老闆會跟我講說 我管不動我的員工啊 我管不動他 我管不動他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OK 這個就是靠航所產生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就必須要去檢討 這個司機員的管理制度 去改善整體性的工作環境 那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想法是 既然你收了靠房費 你就必須要負擔管理責任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一樣 把這個管理責任 擔負在你的身上 好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 這些司機員本身 他的駕駛工時是正常的 比方說我們今天 跟熊獅旅遊做簽約了 這個熊獅旅行社 他排了一個24小時 滿檔的行程 你覺得這個司機 理當來說 他負荷得了 還負荷不了 大概負荷不了 對不對 他肯定打瞌睡的 好那既然他肯定打瞌睡 那我主管機關 或者是我公司 應不應該讓他出這台車子 不應該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從源頭來去做管理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要求這個司機員本身 你今天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行程跑下來 你需要花多久的時間 那像我們汽車運輸的管理規則裡面 就有定定 我們等一下也會說 一天的工時就是10個小時 你最多最多開車就是10個小時 不能夠超過 那如果你今天 你看到那個行程表一看下來 哇沒有15個小時我跑不完 你可以接嗎 你就不能接 OK 對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所稱的一個遊覽車管理制度的概念 我們要去檢討整個遊覽車的 這個駕駛員的管理機制 那並且做工作環境上面的改善 尤其是對於駕駛公司的調整 那接下來第三個 好申請很簡單 那申請的時候 大家表現得都很好 對不對 比方說我今天來面試 那個工讀生也好 我一定會說 我很乖 我一定會說 我今天會把所有的責任都做完 但是呢 我今天真的上班了之後怎麼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 同樣的 這些的公司也是一樣 他今天來跟你說 我要這個開業申請的時候 我一定把我寫的怎麼樣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你真的做下去的時候 是怎麼樣子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為了要讓整個的經營能夠穩定跟持續的下去 並且把好的業者留下來 壞的業者把它丟到垃圾桶裡面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評鑑 好 評鑑是什麼 評鑑就像你考試一樣 考試有人考100分 有人考0分 有人考50分 那如果 你今天考大學 像今天指考放榜 對不對 好 那指考一放榜之後 誰能夠進哪一間學校 他完全就是靠分數來去做評斷 那同樣的 評鑑也是 我們就會把它分成 比方說U等 加等 E等 比方說我低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要求他改善 或者是我就直接把你丟到垃圾桶裡面 我把你淘汰 好 所以在這裡他就說 我們必須要檢討 遊覽車科音樂的考核跟評鑑制度 過去我們的考核跟評鑑制度 太過於主觀 我們在現在所有的評鑑項目 都必須要把安全的議題納進去 把所謂的舒適性的議題等等內容納進去 讓他變成是一個合理客觀的考卷 對不對 我們在考大學指考的時候 這些考卷會經過人家試考 會經過很多人的嚴格三選 這些考卷是真的有鑑別力的 那同樣的我們的評鑑的項目 也會決定到最後成績的好話 比方說如果我今天做了一個評鑑效果 叫做知名度 那這個知名度一定就是什麼 大公司永遠都是拿高分 小公司永遠都是拿低分 不管他的安全狀況什麼樣子 那我的大公司永遠就是怎麼樣 永遠就是拿優等 能夠繼續的經營下去 像這樣子的一個評鑑方式就不合理 所以我們要去審慎客觀的去衡量說 我要留住哪些的評鑑制度 好那接下來第四個部分 要去檢討遊覽車客運業的定位 還有思考未來業務的劃分 好像是我們近年來 在這個大概四五年前 路客來的非常非常的多對不對 好那路客來的非常非常的多 造成遊覽車業不斷的蓬勃發展 然後一直買車一直買車一直買車 但是經過最近幾年 路客不來了 疫情發生了 那所有的國外旅客 全部都不在台灣了 這個時候我遊覽車業到底怎麼活 我總不可能跟人家講說 來我總共台灣大概有15000 16000台的遊覽車 這些的遊覽車我問你 難道每天靠著政府的補貼 塞給你錢塞給你錢塞給你錢 這不是辦法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遊覽車適時的去做轉型 無論是做交通車也好 無論是做一種所謂的 負大眾運輸工具也好 什麼叫做負大眾運輸工具 大眾運輸工具是每個人都可以搭 但是這每個人都可以搭的公車 有的人就會覺得不方便 因為它是固定路線的 它沒有辦法到我家門口 有時候我要全家一起輸油的時候 我又覺得怎麼樣 我又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有他遊覽車市場存在的空間 像是所謂的一日遊 像是在阿公阿嬤的買菜團 像是我們今天接送學校 上下學的工作 這個其實都是遊覽車可以去做的事情 尤其是在我們的道路安全體系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小朋友也就是剛畢業的學生 他的車禍的機率特別特別的高 那甚至造成了很多死亡的狀況 那推舊他的原因 有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很多的大學 都設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這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當然他沒有所謂的公車公公運輸的系統 那他勢必就得靠著機車來去做運行 那你說你叫公車路線繞進去 不是每個地方真的都有辦法繞進去 對不對 我總要有市場 他才有辦法經營下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遊覽車課音樂 他就可以當成是什麼 校車的角色 比方說我們今天在學校的周遭 哇這個周遭好多好多的租賃生 那我在這裡早上就一台的遊覽車 把他載到學校裡面來 這些都是遊覽車未來可以去做的轉型的事情 不是永遠都靠補貼 我們應該要幫他找到釣魚的方法 而不是今天一直給他魚 所以就遊覽車的定位問題 我們也要重新就思考 當我今天觀光旅客沒有辦法進來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那反之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觀光旅客變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遊覽車我要怎麼去做分配 既有的市場我要怎麼去估計 這些都是值得要去考慮的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一個部分 我們要強化遊覽車客運業 旅客還有其他厲害關係人的連結 好第一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把這裡畫起來 持續利用遊覽車的動態資金系統 擴充業者的自主管理能力 好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的業主本身 對於這些他下面靠航的司機員 他有沒有真的對他們非常熟悉 他有沒有像是我招員工一樣 我來面試一次 我覺得你OK你才來 他不見得是這樣子做招聘的 所以他對每一個司機員的了解程度 其實並不高 那這也造成說我要管他的時候 我其實是管不動的 好這個時候我就必須要靠什麼 靠所謂的資訊系統來去做處理 像我這個老闆坐在這裡 我有沒有辦法知道他開車開了多久 不知道 他開車開了多久 不知道 他開車開了多久 不知道 所以這時候我們必須要靠 電動態資訊系統 這個動態資訊系統 不僅僅提供給我們的主管機關來去使用 包含讓老闆也可以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好什麼叫做動態資訊系統呢 他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辦公室裡面的監視器 只是他裝在車子上面而已 好那這個車子上面他怎麼去做操作 他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有像是健保卡 或是自然人憑證對不對 好那我就會去插入我的行車記錄器裡面 記錄我總共走的時間有多少 那這時候我是不是在我後台的信箱裡面 就可以去看說 我這個司機員已經走了九個小時了 我要趕快叫他停不然的話呢 他就超時我就要被罰了對不對 這個是時間上面的管理 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在上面裝GPS 也可以在上面裝GPS對不對 那GPS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去了解他的速度是多少 欸有速度 那如果他超速 我可不可以叫他趕快慢下來 可以做這件事情 雖然在我們的警察體系裡面 執法上他還有一些疑慮 但是我如果就我是老闆的立場 我叫你停下來 這件事情他必須沒有所謂的行政處分的執行 他不會有行政法的問題 那同樣的建立機關 如果是用提醒的方式要求你減速 他有沒有所謂的行政處罰的作業 沒有 所以這個GPS裝在你的車上 我的主管機關或者是我的老闆 我就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適時的對於你超速的現象去做管控 好那另外GPS還可以知道什麼 除了知道速度之外 他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你在哪 像你今天在森門補習班 你今天在旁邊的友班 你今天在旁邊的牛肉麵店吃麵 他通通都可以知道你在哪裡 同樣的我也知道司機開到哪裡去了 對不對 好那游覽車本身來講的話 就像老師一開始跟大家講的 游覽車本身他有沒有固定範圍 他是沒有固定範圍的 對不對 所以他開到哪裡就開到哪裡 所以他開到山上的時候 我問你一件事情 他有沒有可能到一些所謂的 近甲類大客車或者是近乙類大客車的地方 欸有欸對不對 所謂的甲類大客車就是我們長稱的那種大巴 乙類大客車就是我們長稱的小巴 那有可能這裡的路幅非常非常狹小 他完全的不適合去行使甲類大客車 或者是乙類大客車 那這個時候我就必須要靠什麼來去管 了解GPS他現在定位在哪 如果你已經跑到了我的進行區 這個時候我就要對你去做什麼 對你去做警示 要求你趕快出來 不然你可能會發生危險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部分 叫做營業成本的合理透明化 像是公路汽車客運業 或是市區汽車客運業 他都有既定的費率基礎 那但是遊覽車 你怎麼計費 他每天他都跟你講說 半天是多少 一天是多少 那這個一天呢 你有可能走了500公里 你有可能走了100公里 你有可能走了兩公里 對不對 這個都有可能 但是他都是用同樣的計費標準 這個計費標準合不合理 這個值得去探討 那我們要去檢討他的計費標準 合不合理 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要知道他的成本是多少 我如果連他的成本都不知道 那這時候我要怎麼去估算他的合理價格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首先檢討他的成本 那要檢討成本 我就必須要有豐富的資料來去做調查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就必須要向業者 去做一些的調查 那去把這些資料拉回來 我才能知道說我的票價 或者是我今天半天要訂多少 一天要訂多少 才是比較合理的 這個叫做營運成本制度的合理化 那第三個部分呢 則是持續的去檢討租用遊覽車定型化契約 去確保旅客的權益 好那就遊覽車租賃來講的話 像你平常你可能久久才去租一次遊覽車 你知不知道遊覽車租賃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你一定該不慎了解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些不肖的遊覽車業者 他卻在契約裡面訂了一些奇怪的規定 比方說 我今天超過時間一個小時 要再付一萬塊 再超過時間一個小時 要再付一萬塊 所有的罰款都必須要由你這個租車的人 來去支付 這個是不是不合理 對不對 如果他訂在契約裡面 你呆呆的就把它簽下去了 你是不是就違法了 對吧 好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由主管機關 去訂立一個制式化的契約 讓我們今天所有的承租人 都能夠在一個公平的狀況下 承租我的車輛 好所以他要去檢討 租用遊覽車定型化的契約 去確保旅客的權益 好那最後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要去透過動態資訊吸口 得到相關的行車資訊 除了去做採處之外 其實這些也是我們非常非常寶貴的資料 我們未來如果要去做管理 我們未來如果要去做最佳化 這些都必須要有基礎資料 我才能夠去做研究 所以把這些的資訊收集起來之後 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BigData 這些BigData才能夠去做一些的分析的動作 好這個就是幾個遊覽車管理制度上面 我們要去強調的議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個延伸的學習 叫做遊覽車的評鑑制度 好我剛剛講說遊覽車的評鑑 我就是希望幫遊覽車打分數對不對 如果是不及格的遊覽車業者 我就把他淘汰掉 及格的遊覽車業者我就把他留下來 那我問你對你來說 我在租賃遊覽車的時候 我最care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其實不論是主管機關或是民眾 我最care的一件事情叫做安全 如果沒有安全 大概遊覽車怎麼樣子舒適 怎麼樣子漂亮 都不是能夠去滿足民眾需求的 好所以我們在這裡 他就把它分成優等 假等 儀等 跟不列等 四種類型 好那首先是優等的部分 你看到他一開始就強調什麼 強調安全這兩個字 好所以他說 細止業者營運安全達到優良的水準 而且他具備科技化的專業作為 這是建立品牌化的經營模式 包含他的基本的安全紀錄 要達到優等的標準 比方說我過去 車禍數量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違規的數量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第二個部分 因為現在是科技化的年代 尤其是遊覽車的司機員本身 他很容易會有疲勞駕駛現象的出現 那這個所謂的疲勞駕駛現象 就是指說我開車開太久了 好那我開車開太久 那一定會累 那很累的時候我要怎麼去解決它 我可能要有科技化的手段 除了像我剛剛講的動態諮訊系統之外 我可能要有一些視野輔助 比方說我們今天在開車的過程裡面 你想睡覺之前會怎麼樣 是不是眼皮會跳的特別快 對不對 那你眼皮會跳的特別快 代表你想睡覺 那我可不可以就透過一個儀器 來去偵測你眼皮跳動的狀況 可以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眼皮跳動的狀況 經過我們今天偵測之後 發現到你快睡著了 我可能就去噴一些香氛噴一些噴霧噴一些薄荷 讓你來清醒 這樣子一來就可以減少疲勞駕駕駛現象的發生 這個就是所謂的專業科技化的管理 它是用所謂的理性 然後有數據數字的方式來去處理我們的安全管理課題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則是我們品牌化的經營考核分數達到百八十分以上 就是說除了它安全之外 那我還是希望它做起來很舒服對不對 它做起來很穩定 好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所謂的品牌化經營的部分 那第二個等級則是說 在這個營業的安全達到良好的水準 它可能沒有像優等 這麼樣子有品牌化 這麼樣子的大規模 但是基本的科技的手段 它都有去做 好那優等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等於是我們一個及格的標準 這個基本的標準就是所謂的基礎安全水平 就是說你坐上車 大概基本上我可以確保說 你可能比較不會發生事故 它所有的安全的標準 有達到我們最基礎最基礎的要求 這個我們就會列為一等 好那最後一個部分是不列等 就是它以前可能有不良的經過 或者是它以前或者是現在 它的車輛是有問題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列在不列等 所以它說安全係數未達一等標準 或者是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 未完成改善的情形 那像我們公路法裡面 如果遇到這個車子表現不佳 或是評限成績很差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跟你講說 你哪裡做的不好 比方說你今天你應該要去多聘一些司機員 你今天應該要多聘一些在後台的管理人員 你今天應該要多聘一些這個會計 好那這些的一個缺失事項 我們就會給你一些實現去做改善 我們會看狀況 比方說如果你今天要聘司機員 那我們都知道司機員不是很好聘 對不對 我可能會給你一段的時間 讓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經過這一段的時間 你還解決不了 我要不要開罰 我就開罰 對不對 甚至是我直接把你去做側照 OK這個都是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用透過所謂的評鑑的方式 來去怎麼樣把好的業者留下來 壞的業者把他丟出這個市場以外 才能夠確保我們整個遊覽車市場的一個安全性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送大家一個題目 來我們來看到在精選試題的部分 他說有關遊覽車從業管理的相關法規中 對於遊覽車公司申請設立車輛的規模 駕駛人的每日公司以及專辦交通車使用的車輪 分別有何規定 在遊覽車客運業的安全考核之中 對於公司的管理 車輛的管理方面 有哪些可以考核的項目 好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致上就是依照法規的本地 好所謂的從業管理的法規的部分 首先是對於所謂的車輪上面的限制 那一般來說 我們依照汽車運輸業的審核細則裡面 就規範說 具有足夠合余規定的車輛場站設備者 那像遊覽車業務本身 它的車齡不得超過7年外 那均應該具備全新大客車30輛以上 好這個指的是什麼 這個指的是一般的遊覽車 我們可能會在國道 會在省道裡面跑來跑去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你是新車 對不對 所以它要有全新大客車 除非你今天是交通車 那為什麼交通車訂的比較爽 因為交通車通常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可能只是從旁邊的一個租賃區 跑到市區 然後市區再跑到租賃區 那再跑到學校裡面 它都是非常非常短程的作為 所以在這個短程裡面 比較不會經過國道 比較不會經過快速公路 所以在這些狀況之下 它相對的風險比較低 所以我們才會去允許他說 你7年以下就OK了 好這個是為什麼要去放寬 所謂的專班交通車車輛的原因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駕駛人 每日的公尺的部分 那他是依照運管規則的 19條之二裡面 那他就講到說第一個 每日的駕車時間 他是不得超過10個小時 那連續駕車4個小時 應該有30分鐘的休息時間 連續兩個工作天之夜 應該有連續10小時以上的休息時間 好這裡要注意 他所做的法規定義叫做什麼 叫做駕車時間 記住喔 這個駕車時間 我問你一件事情 他跟工作時間 這兩個名詞一不一樣 他是有差別的 像以前是不是有一次 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他問勞動部長說 部長部長 這個駕車時間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手握方向盤 對不對 沒有錯 駕車時間的定義 就是手握方向盤 在行動中的時間 這個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定 規則裡面 我們全部都是規範這件事情 好為什麼 原因在於說 交通不管的事情是什麼 交通不管的事情是 車輛的運行當中的狀況 他管不管你今天把司機派去做行政業務 不管這件事情 好你會問老師說 老師老師 那這樣他就會過勞 對不對 他做了一下行政業務 又跑去做了什麼 又跑去開車 開車完之後 他就跑去做行政業務 也是會累的 對不對 好沒錯會累的 好所以在工作時間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不會定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因為你去做行政業務的時候 跟我開車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不去定 但是在哪裡會定 有勞動基準法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 司機都是勞工 所以無論他今天在做行政業務 或者是他今天是在開車的時候 他通通都是用勞動基準法規定 那勞動基準法有沒有所謂的公時規定 有啊對不對 一個一個月最多最多加班46小時 一天的工作時間他有上限的限制 所以這些的東西通通都在勞動基準法裡面有定義 所以為什麼他回答了 為什麼這個部長回答了手握方向盤 原因就是你的問題是這個 所以我回答你手握方向盤 所以在最好合規範的部分來講的話 主要我們要去做從業管理 那除了從業管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對車輛本身的管理 好所以我們先看到在從業管理的部分來講的話 也就是公司管理 那分析的重點是什麼 你這一家公司經濟有沒有穩定 你這一家公司人員異動上面有沒有頻繁 通常人員異動非常高的地方代表什麼 代表很糟很累然後公眾環境很差對不對 所以大家才會一直跑掉一直跑掉 人員的異動才會很高 好所以這裡就講說像是所謂的稅費欠費 人車的異動頻繁財務的異常 或者是行車事故等等的資料 這個全部都是在公司管理裡頭他的分析重點 好那另外查核要項的部分呢 包含每日的一個出勤紀錄啊 然後駕駛人教育訓練的情形啊 然後業者過戶停始異動頻繁的原因 還有掌握財務異常的原因 跟改善的計畫 那另外呢有些的地方他會製設保養廠 那這些製設保養廠的部分 我們就要確認他的保養紀錄有沒有符合規律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委託保養 所謂的委託保養是什麼 就是我送到外面的那個專門的保養廠去做處理 那也要有酸管的紀錄 那通常會有自由保養廠的 都是那個車隊非常非常龐大的 比方像是國光的遊覽車 比方像是桶田的遊覽車 那通常會跟他的客運公司的車輛 一起在他們的自己的廠內去做保養 OK那如果今天是小公司的話 他大概都會去到一般的一個保養廠裡面去做保養 這個是他整體上面的一個區別 好那最後呢 如果今天是列為在丙等丁等 或者是不列等以下的這類型的一個評鑑結果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對於他的改善情形 然後列舉 交求他去做限期改善的動作 好那最後一個部分 則是在車輛管理嘛對不對 好那車輛管理的部分 我們過去一直在講車零車零車零 但是說真的 車零並不是安全管理上面唯一的可提 OK因為有些時候你可能買了什麼 你買的是大陸車 你五年可能就總覺得那個車況非常的糟糕 那有的業者他可能買了歐洲車 跑了十年你會覺得他好像狀況還很好對不對 所以車零確實不是一個唯一的判斷標準 他只是一個參考的項目 好所以我們就來看到在車輛管理裡面 他分析的重點包含哪些呢 好就包含說 像是重大的違規事故 比方說今天他的車身設備做變更 這個其實常會發生什麼火燒車 尤其是現在我們要求 很喜歡裝很多很多的那個電器設備 這些電器設備如果過載的之下 都很有可能產生火燒車的影響 所以包含車身設備 然後胎紋不符合規定 行車紀錄梯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或者是滅火器失效等等 那另外呢 在這個余15年的車輛 如果很多代表是什麼 車子真的太老了 OK 應該要去做改善 那另外呢 如果今天違規有未結清的情況之下 同樣的也是必須要去做處罰的 那在查核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會依照幾個法規的部分做查核 比方說像是派車的紀錄 保養的紀錄 維修的紀錄 以及車輛違規項目的改正情形 這些都是我們在去做實際查核的時候 會包含的項目 OK 好那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遊覽車管理的部分 那如果有相關的問題 歡迎再來詢問老師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謝謝